近日,杨子在个人账号率出一组三连拍,并配纹剪毛的一天。 直见画面中,杨子以一头大波浪剪发造型试人,再搭配上烈焰红唇和精致妆容。 港风味十足,很有80年代的香港明星的伴。 很多网友猜测,他的这个造型很可能是新剧《199爱》中要用到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最近杨子在惠州拍摄时弃车歪道。 腿部受伤,已经看了一身,没有大碍。 说起来,杨子已经是资深演员了,如今更是机身内第一线女星。 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当年还是小童星的时候,杨子因为长相不够出众, 前被妈妈送蛋单劝退,说他不适合继续闯荡演艺腔。 孩子,你的长相以后当不成演员,因为你不够漂亮。 不如去好好学习,以后干点别的曾经,原汁一直困扰了杨子很多年。 因为小时候的他,只有嘟嘟的一张脸。 但较为宽阔的脸型,对于女演员来说,并不吃香。 而娱乐圈又不缺美女,所以当年宋丹丹这些话,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 但杨子后来经历了什么?又是凭借什么逆分翻盘的呢? 2004年,一部家庭情景喜剧《家有儿育》播出。 上杨子、张一山等几个小童星一夜成名。 之后,制作方又趁热打铁,用原班人马推出了《家有儿育2》。 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。 长相可爱的杨子被很多媒体誉为国民闺女,可见她的受欢迎程度。 但到了《家有儿女》三丑拍时,剧组却换人了,让气盼已久的杨子很失失落。 后来得知投资风的女儿宁丹丹想腰眼下血,才把杨子顶了下去。 同时,妈妈妈海燕带着她去几个剧组视镜,都以她眼脸不上镜的理由挽圆拒绝了。 当时杨子正在上初三,处于少女的情侦叛逆期。 这个年纪的女生情绪波动都比较大。 受了打击的她,难过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都说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 但人生并非一方分胜。 很多时候我们获得一些成绩后,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挫折。 尤其是成名之后的迅速滑落。 角色以及心态的转变,很难一下子接受。 而处于人生低谷期的杨子,一度变得敏感和自卑起来,有时候都在怀疑自己,是否适合演艺圈的发展。 好在有妈妈和朋友的开导沉寂一段时间之后,杨子不服输的个性让她顽强地站立起来。 之后,她顺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,慢慢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演技。 这期间,杨子一边开始运动,节食,瘦身,一边不断观看各种经典影视作品。 从中汲取影帝影后们的精湛演技为我所用。 通过大写四年的信恋,毕业前夕杨子以一部战场上逆分翻盘。 正是这部剧让杨子真正得到了圈内人士的认可,而她也从此摆脱了童性的头衔,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演员。 这之后,杨子搭档刘涛,蒋星,王子文等人合作的欢乐颂播出。 她饰演的邱莹莹,是一个单纯善良又有些傻里傻气的职场新人。 剧中的人设虽然不是很讨戏,比起那些职场精英来却也足够接地气。 凭借这个角色,杨子彻底火出了圈。 从此以后便是一部又一部爆火的影视作品,让杨子一步步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流量女演员。 青云志,香蜜,亲爱的热爱的,余生请多指教,沉香如谢,尼星女士等等,让她成为90后小花热播剧冠军。 同时,杨子天生望男主。 这些人和她搭档的男主全都大伙。 比如肖战,李宪,景博然,陈毅。 不得不说,杨子的成功,着实是娱乐圈的一件性事。 她可以说是童心里最成功的,也打破了所谓的童心魔咒。 对于艺人的红来说,除了能力和演技之外,当然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利器。 如今已经三水而立的杨子,最大的希望就是她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。